台电螺丝松了吗 12月2号国道上电缆垂落车道 是造成了多车追撞 酿成了一丝五伤 照音竟是台电外包工程 电缆线顿路惹的祸 事发不到一个月 台电台中营业处是公告 12月30号元旦廉价首日 北团要停电6小时 引来了店家和民众怨声载道 12月2号国道上电缆垂落车道 造成多辆车连续追撞翻车 酿成一丝五伤悲剧 噪音竟是台电外包工程电缆 段落惹的祸 工程包商没有做好施工安全SOP 导致发生死亡车祸 及周遭停电影响民众生活 台电难辞其咎 社会踏发声不断 不免令人质疑台电螺丝松了吗 事发不到一个月 台电一纸通知单 公告12月30号 元旦廉价第一天 北团区要停电6小时 影响近4000户 我们这次停电的一个范围 昌平路二段 松竹路跟崇德路一带 停电的户数原本是3800多户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在现场 必须就是要用停电的一个方式 比较便利工作 而且在安全上会比较方便一点 台电假日停电 还宣称影响降到最低 这样的话民众听了根本无法接受 连假在家休息 想睡到自然醒 一觉醒来却只能回到 无电可用的原始时代 民众抱怨连连 大人小孩起哄太老名 就是没办法看电视 电视电脑都没办法用 然后想要追剧可能也只能用手机追 然后有可能也会没电 心充会不够用 然后比较困扰应该是那个 家里如果是用那个电热水器的话 可能就会没热水 这个什么要煮饭 电锅什么东西都要用 用电器方面的 也是不方便 对啊没有电梯啦 这个都是 住户都是人数又很多 对啊 然后这样子反正造成很大很大的不方便 有的民众甚至根本不知道要停电 大骂太离谱 不仅居民痛批不辨名 做生意的店家更无奈 廉价式冲高营业额的时间 却被迫无法营业 还求场无门 因为我没有收到通知 所以可能也来不及 就是做准备 然后如果停电的话 就真的没有办法营业 就是没有灯没有冷气 然后因为我们这里不只是店面 我们还有接待那个 喜比明月试吃的 经营早午餐的店家无奈 被迫暂停营业 住户也只能过着 无电可用的原始生活 台店施工没有做好通盘考量 偏偏选在元旦廉价第一天 近四千户 上万人的生活 因为一只通知单而变了调